为期四天的第十七届洛杉矶艺术展 19日在洛杉矶Convention Center隆重对外开放 这个美国最大的年度艺术展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收藏家 前来参与和欣赏 其中在海内外都备受肯定的中国佛教艺术 在此次艺术展中大放异彩 备受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的瞩目 中国佛教绘画艺术 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外 佛教绘画所传承的佛教文化 更是其他艺术创作难以取代的 接下来的专题 带您一起来欣赏中国当代佛教绘画大师 夏金山居士的作品 她 潜行佛教绘画 数十年如一日 她的作品 她的作品 构思巧妙 技法精湛 一笔笔 彰显得是清静庄严 一层层 凝结得是独运匠心 毁佛像灵器 且圣言真谛 她就是当代中国国学艺术大师 夏金山居士 2010年6月22日 中国新闻网发布消息 美籍华人夏金山佛像绘画艺术展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经过三个月展出后 在此间落下帷幕 夏金山先生 出生在山东围方 这个文化气息 一场浓厚的历史名城里 由于他天生聪颖 户外画画 16岁时 百花鸟大师 郭卫渠先生学习绘画 28岁时 夏先生医治台北华盐社 座主南庭法师 皈依佛门 始至于尘煞中 做本分事 立行菩萨道 展开了他为昌明佛教 鞠躬尽瘁六十余年的 智慧生涯 夏老自述 此生最大之姓氏 乃拜在佛学大师 佛学太道 大善知识 南淮景先生门下 朝夕史学 其间 师弟素患难行乎患难 身受难失 言传身教的教育 奠定了一生 修学处事的基础 1971年 夏金山自台湾移居 美国加州 进入美术学院研修 同时参访世界五大洲 各大博物馆 进行研习 专心致力于佛教绘画艺术 数十年如一日 构思寓意巧妙 技法更加精湛 功力日渐深厚 佛教众修持 讲信 愿 行 讲戒 定 会 画佛造像 同样也讲 仪轨法度 注重传承 画佛造像的人 不仅要遵循仪轨 更要将全部身心 沉浸到 对圣者圆满德行的 归境上 用全部生命 去感悟和领受佛菩萨的境界 在这些佛画造像艺术中 一笔笔 彰显的是正知正见 一层层 凝结的是 鼎礼赞叹 1992年 古西之年的夏金山回到国内 并带回了他一生中 全部的文化智慧典籍 创办了佛教艺术画院 金山画院 夏金山居士 收养 接受了百余明生活困难 而善根深厚的青年人 到画院学习绘画 他意在通过言传身教 传承和发扬 我国佛教绘画艺术 这一人类宝藏 2009年3月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 和国际佛光会主办的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期间 佛像典藏举行首发示 中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 为佛像典藏体字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杜清林 亲自指导 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晓文 出席首发示 并致辞 称赞夏金山居士 为弘扬中华文化 作出了贡献 佛像典藏 精选了夏金山居士 摔众弟子 耗费数十年心血 用工笔重彩绘制的 5163幅佛像绘画作品 供万尊清净庄严的佛像 最为珍贵的 是在这部精美画册里 每幅绘画作品 都配以夏金山居士 亲笔所书的 佛法修学心得 全套共9卷81册 它是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 首部系统和编撰 佛造像艺术的 重量级藏书精选集 系统地展示了 佛像绘画的体系 生动地表现了 众多佛学典故和佛像宝藏 填补了佛教大藏经上 缺少佛像的空白 大中华有佛 佛在大中华 既已非凡 难来无依无 何处让城堡